金曝新聞線爆內幕追真相 歡迎上線 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呂惠銘 我們帶你來看看去年房市熱到什麼地步 首次在新竹就出現了說 買房子居然要搬板凳排隊搶購的熱潮 新竹這個地方默默的 居然在今年房價出現反轉的現象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還有在高鐵的左銀站前 那不是也是飆風了嗎 台積電三個字就讓房子漲了幾趴 現在因為升息的關係 居然開始有掉價的危機 又怎麼一回事呢 那麼自助客真的在此時此刻 可以好好的來溢價了嗎 等一下要好好的了解一下 另一方面來看看在美國股市的部分 中概股居然出現了慘遭血洗的事件 而中國股市本身今年就已經掉了15% 到底怎麼一回事呢 那麼同一時間卻傳出了中國私募激進的高層 一些蠻不好的消息 有兩人死亡 一人重傷 甚至還有一人被捕 怎麼回事 我們稍後也要一起來看看 先來介紹宇科來賓人 就是資深媒體王瑞德 惠民好大家好 財經專家邱敏寬 惠民好大家好 來介紹桃園市議員黃敬平 惠民大平安 還要介紹是烏比房屋的總經理葉國華 惠民好大家好 我們要介紹是資深房仲陳太元 惠民好大家好 好 我們這個新聞一開始 要先來看看 這烏俄戰士的最新發展 是不是俄羅斯撐不下去了 是不是真的即將有收拾戰場的可能 我們來看VCR 烏克蘭軍人第一人視角 進入和俄軍的前線戰鬥 到處炮如雨下 坦克大炮直接朝著建築物大門 瘋狂攻擊 烏克蘭逐漸光復邊境失土 主要這座東北部 哈爾科夫近郊的小鎮 還有鄰近俄羅斯邊境 蘇梅附近的托斯提耶納也有戰獲 許多戰車被棄置在戰場上 可見俄軍倉皇逃離 不然就是遭到烏軍狂襲 各種軍事設備都被燒到焦黑 變成一堆廢鐵 接連奪回邊境城市 也可見烏軍正吹起 反攻號角 除了俄軍表現荒腔走板 2014年起協助訓練烏克蘭國軍的 美軍前官員也透露 烏克蘭從過去一盤散殺 變成清涼部隊就是戰術改變 挪威最近像民調也顯示 烏克蘭人所受的恐懼越大 戰鬥意願越強 有近半數的民眾 都準備好保衛國家 全球齊心 希望盡早終結這場戰爭 一整排公寓被炸到焦黑 小轎車 公車 燒成廢鐵 這是如今的馬力波 開戰超過一個月 整座城市一片死急 沒有歡笑只剩滿地的地雷 無止境的傷痛 用軌城形容自己的家鄉 心痛可想而知 馬力波遭俄軍狂轟猛炸 當地超過八成民宅毀損 斷水又斷電 居民被迫在寒冷的戶外煮飯 相當客難 而過去的大型超市 也變成物資補給站 長長人龍排著隊等待一口溫飽 馬力波的慘況引起全球關注 法國總統馬克宏決定伸出援手 馬克宏計劃聯合土耳其和希臘 為馬力波提供人道救援 更親上火線和普丁會談 不過已經殺紅眼的普丁 可能點頭嗎 赫里姆林宮發言人 接受CN專訪 看法完全和西方媒體不同掉 指控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把人民當人肉盾牌 讓馬力波淪為人間煉獄 俄羅斯持續蒙著眼大外宣 馬力波的悲慘命運何時有解 恐怕一切還是未知數 明亮的大眼睛和粉嫩臉龐 還不滿足碎的娜塔莎 在莫斯科出身 但她的父母無法想像 女兒在俄羅斯的未來 因此選擇離開 因為俄羅斯掀起的戰爭 帶起道德壓力 複雜國家走向的不確定性 讓這個物理學家和教師 組成的年輕精英家庭 黯然歸別自己的國家 俄羅斯選擇離開 而根據經濟學家統計 光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前10天 就有高達20萬人 棄守俄羅斯 周邊國家舉辦亞美尼亞 喬治亞 甚至土耳其 都是精英階級逃離的目的地 就算別處未來 促使他們離家的 還有這個原因 那從戰爭開打 俄羅斯政府也同步在國內 對異議分子掃蕩 散佈假新聞 最高就是15年勞犯 還有被徵兵的可能 不僅如此 還要慘遭各國制裁後前途茫茫的 經濟問題 這些流亡俄羅斯人的心中 依然以祖國為傲 但現實逼得他們 不得不原種發傷 好我們來看昨天其實 俄羅斯方面宣布了 完成第一階段行動了 這是不是表示他們要縮小戰場了 沒錯 那麼事實上邊打邊談 邊談邊打 為什麼呢 俄羅斯在宣稱完成第一階段的 特殊軍事行動的同時 六枚飛彈直接擊中了 那麼烏克蘭的空軍司令部 又號稱那麼拿下了 破壞了烏克蘭最大的燃料 燃料庫 就是油庫 把它炸掉 這是俄羅斯這方面宣稱的 不過有一位美國的退役軍人 他這次帶了幾隻 幾台自己的偵察用的無人機 進到了烏克蘭 加入一萬六千名的國際軍團 那麼他自己公開在網路上面 張貼什麼呢 張貼在他們在基輔附近 然後他跟著英勇的這些國際軍團 跟烏克蘭的阿兵哥 那麼反攻被俄羅斯所佔領的一個城鎮 他們成功把俄羅斯的士兵趕出去 然後他PO出他相關的現場的照片 他們把七輛俄羅斯的坦克跟裝甲車 全部摧毀的畫面 也就是說我用現實的照片 跟錄影帶來證實我們這個行動 我講的是真的 也就不是只有你贏 現在顯然在利爾松 就是俄羅斯唯一 在烏克蘭拿下的利爾松 顯然烏克蘭的軍隊竟然開始反攻 你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打下了這個 我們都以為說 好像他已經拿下了半壁降山對不對 事實上你看從這個部分看 也看切尼克夫在北部這個地方 也就是在車諾比旁邊這裡 沒有拿下 然後緊接而來在哈爾克夫這個地方 也沒有拿下 然後呢這麼多的地方都沒有拿下 沒有拿下的情況下 現在這個俄羅斯替自己想了一個辦法 我們完成第一階段的任務 所以我們現在 我講白了 準備要準備要慢慢後撤了 你知道嗎 現在只有這個頓 頓奈斯克跟盧甘斯克嘛 那你這樣灰潮土臉了以後 又死了這麼多人 他們到現在 講說只死了一千多個人了 你相信嗎 對不對 你不相信嗎 然後因為烏克蘭所公布是一萬多個人 也多了一點 至少美軍講的 我相信七千個人以上跑不掉 單單運回白俄羅斯去的屍體 就超過三千五百具 所以事實上現在普丁其實蠻危險的 為什麼呢 普丁這二十二年來 為什麼不會下台 為什麼他的民調支持率高 繼葉爾卿之後 因為很簡單 因為葉爾卿那時候 把俄羅斯的經濟弄得一塌糊塗 他上來了以後 你不要看這塊 他不是共產黨 他那時候不是 他是KGB出身 但是他不是共產黨 可是他大舉的把俄羅斯的經濟 往上拉拔拉拔 金磚四國第一名 然後進進來 他股市 然後國家幫你出一大堆錢 都不用錢 都不用錢 特色不用錢 輸包不用錢 什麼都不用錢 營養五成馬都不用錢 討好老百姓 可問題是經過這場戰爭以後 看他蘆布貶值25% 然後通貨膨脹超過120%以上 那麼現在俄羅斯的老百姓苦不堪言 因為生活費全部增加 有沒有人要暗殺他 當然有 所以要不然他不會那麼害怕 又不會 按他最好的辦法下毒 然後跟槍殺等等 所以他還是要很小心 各位要知道 普丁跟曹操的個性非常像 自大但是多疑 所以用這種方式 那麼會不會有這個下級的軍官暗殺 這個等於說普丁 有可能喔 當時希特勒也差一點被一個軍官給暗殺掉嘛 那除此之外 事實上告訴各位就是說 現在呢 就在昨天 普丁正式簽署了一個文件 就是他之前說的 所有的俄羅斯 現在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 如果你發表任何假新聞 假新聞的認定由他認定 所以呢 發表任何假新聞判15年 昨天這個命令 已經由這個所謂的 這個等於說普丁的親屬了 而俄羅斯的所謂的杜馬 他的杜馬就是國會下議院 杜馬的共產黨的議員 竟然說 只教訓烏克蘭一個國家 是不夠的 旁邊另外包括波羅地海 三國等在內六個國家 都要進行這樣的制裁啊 所以事實上呢 當他們講話講得很大聲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準備要撤退了 好 我們來看 其實最近有公佈了一份 這個俄羅斯整個年度預算 會發現說呢 總統府一年的開銷 都大過所有俄羅斯的民眾 這讓人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嚴見的現在戰事吃緊 這個國內的通貨膨脹 高達25% 其實普丁個人的政治威信 現在幾乎是瀕臨破產 現在俄羅斯是大炮一響 物資亂搶 發生什麼呢 老人家沒有藥物吃 小朋友沒有奶粉喝 那先說呢 那不怪了嗎 你俄羅斯 你是一個所謂的 非常有資源的一個國家呢 小麥你也有 洋蔥你也有 礦產你也有 牛奶你也有 什麼都有 怎麼會發生什麼事呢 因為大家預期 錢變薄嘛 那預期 如果戰事脫久怎麼辦 所以現在呢就變成雪上加霜 開戰的第一個禮拜喔 哇他們那個大外宣還說 你看我們俄羅斯莫斯科 所有的超市裡面喔 滿滿貨架上都是東西 結果各位過了一個禮拜爆倉了 為什麼呢 貨架上空空如也 那空空如也 這時候很多人就會問啊 不對啊 俄羅斯是全世界甜菜糖出口 排名第一的國家 怎麼會沒有糖呢 各位這時候問題就來了 糖有分不同的等級 例如說像台灣我們有分白糖 冰糖 二砂糖等等 俄羅斯他們所出的那個叫做甜菜糖 是用甜菜去做出來的 那個糖做出來 沒有辦法做醫療用 那現在很多人是擔心什麼呢 我到時候錢變薄 一百多年前第二時代的時間 跟第一次世界大戰 跟第二次世界大戰 告訴他們家裡面一定要放糖 為什麼呢 到時候糖可以拿來當錢用 可以交換物資 我糖可以拿來換牛肉 換雞蛋換一些其他的 那現在變成說所有的媽媽們怎麼辦呢 蔥啊搶啊搶去買糖 結果貨架搶光之後 貨車進來 還沒進來 大家已經上去搶成一通了 那現在因為各國制裁的一個原因 所以就變得很麻煩 為什麼進口的通通買不到 所以什麼是要進口呢 藥物要進口 抗生素要進口 化妝品要進口 奶粉要進口 晶片要進口 所以現在俄羅斯人他們現在車子能開就盡量開 為什麼不修理 那為什麼不修理呢 現在去很多連零件都買不到 那現在已經誇張到什麼地步呢 糖飆升了百分之三十七 洋蔥漲了百分之四十 番茄漲了百分之八 尿布漲了百分之四點四 紅茶漲了百分之四 那先說因為他們是韓代國家 所以他們主持是吃所謂的根莖類 那青菜呢 俄羅斯韓代國家 青菜非常的貴 這個數字沒有爆 那現在呢變成什麼呢 我們台灣話說烏漏又逢連夜雨 我們用第一話說 路肩又在佔油門 發生什麼事呢 東西已經在上漲了嘛 已經在通膨了對不對 你的貨幣在貶值啊 所以各位打了兩個耳光耶 打了一邊還要再打一邊 目前的最新的一個通膨是十四點五三 但是我們如果再去加上貨幣的一個貶值百分之二十五的話 一來一回目前的購買力喔 過去的一百塊 現在剩年六十塊都不到 各位這是很誇張的 一百塊存不六十塊喔 但目前來看的話 俄國的一個衰退已經無可避免喔 所以今年的一個通膨會拉到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那現在很多人就說囉 這個時候要不要富貴險中求呢 現在跟各位說喔 不要富貴險中求 你沒那麼厲害啦 留給別人去做 現在我們俄羅斯就靜靜的看 不要很多人想說 我來去搶什麼蘆布啦 來搶什麼俄國的一個公債 你沒有那麼厲害 因為現在對全世界的人來看 俄國的經濟一定會倒 而且恐怕是十年左右也好不了對不對 所以不要就是說 想說你逢低進場 沒辦法沒那麼好啦 台灣股市逢低進場 還是有機會的 再來看一下喔 這個金正恩 最近是怎樣 宣布要重啟核武來添亂 是不是 而且還拍的微電影 你看到這個三月 我在看Mission Impossible 不只是Mission Impossible 這簡直是平榔版的太陽的後衣啊 瞬間變歐霸 為什麼 你看這個十二分半的這個 金正恩釋出的 算是他第一部微電影處女秀 哇塞 穿著這個黑色的皮衣 實在是彷彿這個韓劇裡面的宋仲基啊 如果你吃了夜皇素 會真的以為宋仲基來了 看到真的跟韓劇演的一樣耶 所以你看到英姿煞爽的 站在這個飛彈發射平台 這個發射車 跟這個火星17號的長城洲際彈道飛彈的前面 旁邊還有一個心腹愛將 一個將軍在陪著他 沿路走著 而且這個走著走著 你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不是金正恩走很慢 是用Slow Motion 感覺不只是好萊塢片的風格 還有了這些大導演 包括香港的導演吳宇森啊 好萊塢導演那種運進的風格 你看連這個正臂歡呼啊 大笑都要一下子慢動作 一下子這樣 苦味都沒了耶 所以你看 真的整個很進化耶 你看看 所以連飛彈試射的這個過程 他都要向好萊塢的這個電影拍攝方式 這一次是在3月24號下午2點34分 發射了這個火星17洲際彈道飛彈 大概飛行的這個71分鐘左右 4262秒 飛行的高度到達6248.5公里 飛行的距離他是用大洋角發射 怕央集旁邊的一些國家 所以他就這個飛行的距離是1090公里 那日本的這個官方說 如果他用正常的軌道 正常的角度發射的話 大概飛行距離可以到15000公里 整個韓國朝鮮半島 日本包括台灣 包括這個美國都在射程範圍內 韓國的情報院也分析 這顯示說北韓 包括他的領導人金正恩同志 他對於他們本身 北韓發展的這個飛彈軍事科技 有很高的信心 所以要用這個拍攝為電影影片的方式 因為他電影長度並不長 大概12分多鐘而已 而且中間有很多的這個慢動作 看得我都想快轉了 怎麼這麼胖還走那麼慢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凸顯出 他們對自己的科技很有信心 對自己的軍事實力 尤其能夠對於這個韓國 還有美國產生那種核威擇 因為北韓是有核武 然後甚至他有這樣一個 洲際飛彈有斷稱 有忠誠有長誠 有這樣的一個威力 所以要跟美國跟韓國叫板 但其實韓國後來跟美國的國防部長奧斯汀 這個他們的國防部長 鄭義龍 頂級熱線通電話之後 也不甘失落 認為要強硬的回應 所以後來在北韓發射這個火星17 洲際彈道飛彈之後呢 這等於是這個最近五年來 他第三次發射了 第四次發射這樣一個洲際彈道飛彈 算是對白宮 對拜登是嚴重的挑釁 所以韓國立刻回擊 發射了五枚飛彈 有兩枚跟我們台灣一樣 都有那個JDA聯合職工彈藥 那有一枚就是玄武二型地對地 還有一枚是海星二型的這個艦對地 那另外一枚是他的一個戰術 短程的地對地飛彈 射五枚飛彈打到了這個 他的一個那個這個等於是東海 那韓國的新當選的總統 還沒有交界喔 尹錫悅立刻打電話給中國的習近平 要他約束你的小老弟北韓 但是你看金正恩拍電影拍上癮 他會給你約束嗎 台南房市變熱大樓越蓋越多 建商推出預售屋 不過實價登陸上 許多預售物物件 總評數出售價格 都沒有乖乖申報 台南市地震局查核預售屋的 交易實價登陸 開發的82件 交易面積不實佔大多數 通常都是業者 申報面積遺漏車尾評數 導致單評價格上漲 不知情的買家 可能得多付11%到13%的費用 車尾評數為何會漏報 之前在台中就曾有人 花510萬買下預售屋 不讓人知道成交價太低 轉手賣跟買家簽訂 可已高報 不時登陸630萬 被判拘役55天 房仲推斷 預售屋的車位可買可不買 買家數量龐大 需求都不同 也有可能是賣家 一時疏忽移漏申報 房市火熱 針對預售屋 實價登陸申報 台南市府加強機查 就怕民眾買貴 變成原大頭 代銷人員詳細介紹屋況 央行宣布升行一碼 利率調高0.25% 有網友分享 桃園的中古電梯大樓 兩房兩廳一位 原本開價1780萬 突然降了630萬 改為1150萬出售 不經好奇 難道是打房政策奏效嗎 金查鎮該社區實價登陸 兩房的成交價 大約落在750到1090萬 大幅下修 只是屋主一開始 開出太高的價格 後來調降出售 不過也有許多人好奇 升息過後 對房市到底有沒有影響 雖然這次升息 主要目標壓制通膨 而非打炒房 不過難免影響房市 根據統計2月的購物貸款金額 409.43億 比1月減少了279.18億 新增的房貸創下一年來新低 央行官員表示 建築成本高漲 短期房價回落不易 但升息的確能抑制炒作 不過利率只是影響因素之一 主要還是回歸到市場供需 大馬路黃金店面 招租廣告一個比一個顯眼 疫情衝擊各大商圈 連坐擁台大師生客源的公館 店面市場也大受打擊 原本由連鎖雜貨品牌 生活工廠以每月30萬租金成租 經營長達20年 但2020年租約到齊後 房東一次調漲三成 業者不堪負荷 只能含淚退場 後來即使運動品牌接手 也受到疫情影響而撤出 公館街邊店逐漸蕭條 專家表示即使有學生人潮支撐 但疫情打擊租金成本高 加上大學內店鋪招商 刮痕市場 都讓公館商圈店面 更加雪上加霜 這個升息之後 是不是真的投資個頂不住了 先來談一件事情 我最近看到的一件事情 其實讓我覺得 有點毛骨悚然的 我目前經歷 大概是第三次的一個 房地產的一個所謂的週期 我在過去當中 有一個地方只要上漲 我會非常小心 你知道是哪邊嗎 基隆 基隆我先 真的嗎 指標 基隆我先跟各位談 基隆我過去 曾經去看過最低的一個房地產 在開海洋那一代 那個時候國內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集團 後來這個集團倒了 他讓台灣還產生金融危機 6萬 一坪6萬 你知道現在漲到多少嗎 現在一坪漲到19萬 而且那個地方先來跟各位說 那個地方是非常不值錢的 不是新的 是舊的 已經二三十年的一個房子 所以現在的基隆的房子 也不便宜 所以根據最新的一個所謂的清華安復房價指數來看的話 年漲率的前三名第一名是彰化百分之八點六六 這個情有可原 為什麼呢 因為張濱工業區真的大 張濱工業區的三個地方先來跟各位說 很多人印象當中還一直以為彰化是農業大縣 臺灣有七個產業全世界的領導都在這邊 然後第二名是什麼呢 第二名是宜蘭 宜蘭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認為這一次去宜蘭的部分的話 去不再是買所謂的過去他們一般的說那種所謂的民宿的那種或是平房那種的不是的 現在的方式也在改了 宜蘭是補漲 但基隆的一個上漲 那我有點嚇一跳 先來說喔 因為基隆人很有趣 基隆人有錢的會到台北來 所以基隆人固定就是永遠那二十二萬人在玩 所以呢 基隆如果長很高的話 我認為這個是第一個相對房地產的一個高點 可是這時候麻煩點就來了 我們在過去其實在討論房地產 有在討論基隆嗎 沒有啊 討論哪邊 新竹啊 竹北啊 台南啊 高雄啊 過去呢 還有一個重中之重叫新北 因為新北畢竟還是全台灣人口數最高的一個地方 結果現在呢 變成說 根據整個房仲網再說的話 現在預售屋掛網轉賣近四個月 暴增了三千五百件 而且都是在桃園 台中跟新北 在告訴我們什麼 你知道嗎 贏家要跑了 投資客就是我手中很多間 同時在周轉 我就是今天賣了一間 買了一間賣了一間 買了一間同時很多間在周轉 那同時很多間在周轉的時候 你這樣看 你手指頭一張開 各位 一間一千萬 十間就一間 一千萬如果升息兩碼的話 一年要多五萬塊的一個利息 一個月這樣多下去 越多四千多 那各位 你沿路一直加 你一千兩千的加 你還能夠咬牙 稍微忍一忍 你一萬兩萬的加 頭皮有點痛 你一次加加個三四萬四五萬 每個月這樣付 受得了嗎 受不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發現 去年新竹 新竹排隊買房子 我其實從頭到尾都認為這個是紅單噱頭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很多人真的靠這個紅單賺不少錢 這個畫面真的很誇張 就大家在那邊轉來轉去嘛 那一個單呢 轉五萬轉八萬 好彼此之間轉 那大家呢 第一個新聞有效應性嘛 變成井噴 可是這個井噴後面呢 如果真的超過了太誇張 為什麼叫超過太誇張呢 慧銘我最近聽到我新竹的朋友 跟我說我老公一年收入三百五十萬 我們生活的跟貧戶一樣 各位這你聽得下去嗎 可是各位這是事實 為什麼呢 你三四百萬 你買一間房子接近三千萬 家裡面夫妻兩台車 各開進口車 小朋友住好一點的 好一點的學校 各位真的每個月都tackle 全部花光光 賺那麼多錢開銷更多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麻煩 我們來看高雄左營的新建案 一個月大象一百多萬 那為什麼呢 大家想要做趕快做整個攤評嗎 大家想要趕快整個做脫手嗎 但先跟各位說 很多人一直有所謂的錯誤的一個觀念 想說沒關係啦 我自住啦 房子買再貴我沒怕 反正重點就是我還有自己住嗎 錯 我們來看看這個計程車時機 這個計程車時機 2014年在新莊買公寓一坪三十八萬 這個我也是罪了 為什麼呢 上一次新莊 我們看過兩次的一個循環 新莊你知道那時候在 在那個所謂的911大地震的時候 這筆十三萬 他買三十八萬 各位 十三萬跟三十八萬 中間是差了兩倍 所以先生說喔 這個是高點中的一個高點喔 那現在呢 第一個 人才兩師 為什麼呢 目前銀行建價一坪剩二十七萬 你一坪差十一萬 十坪差一百一十萬 三十坪就差了三四百萬了喔 所以第一個 這個房地產現在變成負資產 更糟的一個狀況 是現在所遇到的現在的麻煩的狀況 這一波通膨來說的話 通膨東西都變貴 你收入沒增加 要不要省吃減用 要 既然要省吃減用 經濟的規模會不會變小 所以這一波呢 等一下會繼續談喔 這一波的戰爭 這一波的通膨 很多事情 那現在政府呢 政府知道房價一直漲 人民很生氣 屯房稅也要來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豪宅稅也要來 路斷稅也要來 例如說我住房子你住哪邊 我住信義路真好聽對不對 你住哪邊 我住莊金路 差一截兩條路其實連在一起 但各位路斷稅什麼叫路斷稅 很多地方這個都有加喔 所以就現在來看的話 房地產呢 還是一句老話 停看廳 但升息年代 墊墊自己的口袋 為什麼呢 付出的錢真的會增加 那我請教你一件事情 比方說我在內湖有一間房子 假設我是一千五百萬買的 活生他現在漲到兩千萬了 那我是要自住 可是我想要賺這五百 我可不可以先把它賣掉 等於我一千五加兩千了 而且現在可能要包租嗎 你要包租 你要有地方租嗎 對對對就是我可不可以把它賣掉 然後我去搬家也好或什麼 再去租房子 這樣子我會不會等到說 他兩千接下來就是房價會跌 我等他跌了我再買 千萬不要 不行是不是 先說這個不是拿石頭砸自己腳嗎 我的天啊 我要賺五百啊 我跟你說千萬不要這麼想 如果你自住只有一間 你就先把它給租房子 就好了 人會跌倒最大的麻煩 就是每天天馬行空 但人最怕什麼呢 腦中有想法 身體沒辦法 我們有一些同事 真的是這樣搞 就像租房子 我就很貪 事實上他可以真帶出來買房子 那個房子會繼續漲 你們不是說要跌了 投資哥要跑了 那個是中南部啊 不是在講北部啊 雙北還行 不要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搬家還給免費變瘦對不對 好這是我們的問題 再來看一下三二九檔期 你說中南部 你說雙北一下還還行的 搞不好要漲回來了 但是新竹以南 是真的要特別小心 因為這個真的很複雜 那我們就分段講 就是說三二九檔期 總共要推七千億的按量對不對 那個是什麼概念 就是檯面上齁 新舊案一起來啦 什麼叫新舊案 因為原來建商沒有賣掉 這一次也要推上來啊 要不然接下來漁屋的這個貸款 余額只有四成啊 所以他是不是壓力很大 那另外呢 新案他也要推 因為不管是上市上櫃公司 他本來就有時間要推上來嘛 好這個是新舊案一起推 接下來的是建商跟投資客 一起又推進來了 為什麼大家要搶有限的自助客 因為接下來會進場的是自助客 而不是投資客 剛剛講的這個新竹啊 這個投資客 現在台面下大部分都在換約了 那剛剛我們那個敏寬講說 排那個紅單有沒有 那去排隊你看看什麼 陽傘啊 坐椅子的坐板凳 不好意思那賺三萬五萬 你幫我排到以後對不對 我就可以去現場付定金對不對 那個人呢 他付了定金以後 那個約就是他的 那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不好意思 他呢 你去簽了付了定金以後簽了那個合約 名字是你的 可是付款的是那個買的人 不好意思建商 政府現在在禁止換約嘛 對不對 但是呢 建商其實提前就開跑了 他叫你說 你現在付了定金 簽了約以後 兩年內不准換約 否則那建商不是一天到晚 跟你一直換約嗎 你那邊換來換去 他一直換約 可是現在問題來了 旁邊的房子 現在已經推到一坪五十萬了 一坪五十萬喔 那你現在說惠民你要找我換約 那我當初賣給你賣三十八萬 那你現在現場你就賺十五萬 十五萬四十萬六百萬 那我現在賺你三萬 我要賺百二萬 那你賺四十萬 你賺四十萬我賺百二 惠民我們兩個換錢 一萬好不好 不然賺錢給你換 換約 現在我告訴你 檯面下就是這些事情 這一次呢 這一次的這個七千億的這個三二九檔期 南部會中南部會非常難看 但是對於自住的人我覺得 你去看中古屋 沒有這麼大的問題 反而因為生息的關係 造成屋主說 生息啊 所以處住呢 覺得買方會遲疑 那我想賣的話 我是不是要降點價 過去他是不降價的喔 那高雄人可不可以現在 蹭高的時候賣掉去租房子 因為反正價格要點 你又來啊 高雄就可以 他還會繼續漲啊 高雄也會漲 你只有一間房子 千萬不要賣掉 你要漲起來 以後那個中間差額可以貸款出來 你再去買 而不是把他賣掉 可是現在通膨 我每個人賺的就不會負貸 再去貸款 你這種人客人 我都知道有行李堂做 我們來看一下 制服客要進場了是不是 不過我現在舉一個例子 最有名的就是 新北市的新莊投錢重劃區 當時荒煙漫草 鳥不生蛋 民國一百零一年左右 整個投資客大舉在那邊炒作 建商大舉推案 就整個城市造震 那所以那個時候呢 平均的單價一平 都漲超過四十幾萬 甚至見到五字頭 結果沒有想到 一百零二年 推這個所謂的奢侈稅的時候 投資客全部都被綁住 都被套住 一百零三年 整個房地產反轉向下 一直拖到十年後的最近 我的同事剛好接了一個 新莊投錢重劃區的案子 那個屋主老坦白講 就說我的成本實價登錄 一百零一年 都寫得清清楚楚的 我只要把每一年要繳的房屋稅 地價稅每一個月要繳的管理費 全部墊上去攤平 我損失持有十年的時間成本 我就這樣子賣掉就好了 到現在當時一度破五十幾萬 那這十年來 新莊投錢重劃區 每一個屋主賣掉都 大概八九成都是賠售 那現在都只求平盤 帳面上沒有虧損 這樣子就好了 所以說 除了說這個新北市之外 像剛才講的 不只是中南部 桃園的青浦 就已經傳出某一個建案 他的總戶數有一百七十戶 光是退案 一聽到央行一升行一碼 退案就已經高達一百五十戶 那剩下的 一百七退一百五 後來所以現在這建商 他們現在全部都是找自住客 剛性需求的來接場 那再來南部更明顯的 有一個最有名的 大家都知道 台南的安平區的國平重劃區 國平重劃區呢 他現在大概有八成的社區 全部都是投資客拋售槽 每一棟大樓 像其中有一棟總戶數七百多戶 就有將近快兩百戶 現在在市場上在拋售在賣 他甚至有幾棟樓高 最高有到三十幾樓 還有二十幾樓的 網路上看售屋網上看 每一個樓層都有案子拿出來賣 任均挑選 一坪原本從十幾萬漲到二十幾萬 現在又回跌到不到二十萬 所以說現在光是升息一馬 以及未來生生不息的預期心理 就已經造成這個投資客恐慌性 下車潮的這個情況出現了 所以真的民眾可能要小心注意一下 對 因為現在買房真的好難出手 尤其是領月薪的 看到房價長成這樣是不會怎麼買的 對 沒有錯 漢掉 所以我現在要兼差座神壇 賺錢嗎 對對對 做房仲真的蠻有趣的 反正常常又希望作業機 常常有時候房子賣不掉 又很辛苦 那有一次呢 奇怪 我就接到一間天母 天母區在半山腰上的一個別墅 很新很好 其實天母人本身又不喜歡買那裡 我在想說這間屋是要買好像 突然有一天就一台 兩台 兩台兵士 就停在我們前面 我想說看這個樣子 這台車不是天母的 你知道我看都看出來 那個車是哪裡來的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那個車還沒有到天母人的水準 跟開車的那個方式 不是天母人開車的方式 天母人開車很慢 真的嗎 沒有 假設要被撞到 在天母被撞到離陪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隨便講 他停好以後 他就下來以後 就在那邊櫥窗看 就往山上帶喔 我要帶上去以後 喂 那個誰啊 你趕快上來 趕快上來 你現在在哪裡 101上 你趕快上來 我們就在那邊等你 101 我在那等你 結果就在那邊等 真的來了 來看一看說 可以喔 你知道那個帶頭的幾歲嗎 三十幾歲 我也不計三十幾歲 但是他三十幾歲 旁邊有護法 你知道嗎 就護著他 我想奇怪 保鏢還護法 你是護法 你也很想轉行對不對 我想說我怎麼沒有護法 我也有 我也整天 但是你這樣我看都沒有 但是後來上來以後 談一談他說 那個葉先生 那個我們再去一下信義計畫區 談一下事情 那晚上我們會回來 回來再來這個房子 我們會決定 我說真的假的 那個是六千八百萬 在大概九十三四年的時候 那很貴 我想說真的還假的 在地人都沒有人要買 先去拜土地公快點 那時候還沒拜 然後呢我就等他晚上 等他傍晚來喔 真的傍晚就來了 來了以後就看了 那就敲定這一間喔 那個誰 那個那個呂 呂小姐 OK 你台南安排一下 那葉先生 你明天有空嗎 你去台南收錢好不好 奇怪為什麼叫我去台南收錢 我有錢賺我也是 我想說可以啊 台南哪裡啊 地址我給你 那什麼時候 你如果可以的話 你在台南收 我們就屋主可以 你就幫我約來簽約 我是說你這個買這麼快 你是要跟人騙還是怎麼樣 結果這個屋主本身是什麼呢 這個屋主是一個議長 議長不是台北市的啦 我不要講哪裡的 反正就是議長 我約他他也來耶 你說那個議長 願意不辭錢 你去台南收款喔 我去收 約在我們天母要簽約碰面 然後我當天必須要去台南 禮拜一早上 我必須要去台南 先把錢飛機飛下去 收好要飛回來 趕到下午四點鐘要見面要簽約 你看我多忙 而且那時候沒有辦法開車 也沒高鐵 就坐飛機下去又回來 我想說真的還假的 結果我去還真的收到錢耶 然後就回來簽啦 簽完了以後 就這樣子 他說最後最終簽完了喔 連那個議長都覺得說 這三十幾歲怎麼就這樣買了 而且沒什麼談耶 那後來呢 他就說 葉先生那個我們 我們那個師尊 師尊 他說 他說你不錯 你可以再幫他找幾間 你找的他都會買 我真的假的 這樣我就找兩間給他 結果真的也買了 又有一天他把我叫去 那個房子交屋了 他叫過去 裡面坐滿滿的人 那個大家大家好 我們今天邀請到這個葉店長 來跟大家談一下 葉店長怎麼帶這些 你還去上課 對對對 我都想說我去上課 就在誇張了 你還去上課課 對我去幫他們上課 你看人家葉先生怎麼作業的 叫我跟他上課 我想說我要上什麼 但我就 我就把我分享 你大家有沒有聽出來 葉先生全部站在客戶的立場 了解客戶的需求之後 滿足客戶 你們不要老是叫人家做這個 做那個先滿足人家 我想 唉唷 這是什麼行業 還有這樣教 後來發現 我後來發現 他是做神壇的 然後呢 我看他台中也有 台南也有 台東也有 是很有名的嗎 有全國知名度的嗎 我知道他的資金背景有上百億 應該是 我想說我做仲介 他那麼年輕 他是真的年輕 還是養生養得很年輕 那時候還年輕 那時候還年輕 真的還年輕 我還覺得說我是做仲介 做艱苦 我也不會比他比較壞 我怎麼沒辦法這樣 人外有人天外也天啊 他們那個集團有信用卡 是 我跟你講 不是穿紙衣服的齁 我跟我說 九十三年的時機 有點類似相見 這個樣子 所以亂世中會出現很多 你不可預測 無法預料 無法想像事情會出現 所以我們都要準備好 迎接這場大商機 再來看看現在房價外應 你剛剛講到說 你房子看了那麼多的循環 等基隆 基隆我會擔心 對 要小心了齁 那你呢 你怎麼看 其實拖北潮已經不單單只是說 針對一般的買家了 包含連仲介房仲也都有 拖北潮的情況 我自己的一個前同事 台北市的同事 他以前也是在台北市賣高端的房價 他現在也跑去花蓮 在賣房子 重點是因為花蓮 可能是因為現在有在推動 所謂的五大交通建設 所以他們公司是小到連一個月 就是一萬塊月租金不到的案子都做 每一天都在賀成交 所以就可以知道其實 雙北市以外 其實這成交量還是有的 那基隆的部分 我覺得 除了 就是說 我的我個人的看法 是因為基隆他未來的交通 其實也越來越方便 以我自己親身實力是 我親自在松山火車站搭快捷公車 快捷公車到基隆的暖暖 竟然不用半個小時就到 比桃園到台北 說不定還來得更方便 所以其實我身邊有很多 所以說基隆的漲 這一回跟過去可能不太一樣 可能不太一樣 交通狀況改善了 交通狀況改善了 可是那個雨能不能停 對對就是可能失氣 可是年輕人不怕失氣重啊 又不會有風濕的問題 老人家才會在意啊 對對對 就買個除濕機就好了 所以其實我身邊有很多七八年級生 最近這半年來買房 還有不少真的是買在基隆喔 所以我覺得看法就是 可能可以看情況這樣子 那再來最後要補充一點是大值喔 因為我本身在大值賣房子 大值在今年2022年年初喔 跟去年下半年比起來 成交量驟減一半以上 那大值不論是買方還是賣方 實力都很夠 屋主不可能是因為為了缺錢 在賣房子 所以我覺得以這種高端客戶的大值地區 成交量驟減一半以上的這個數據來看 可以看得出來說這些有錢人 他們對於景氣的這個嗅覺跟敏感度 大家可以不妨做一個參考 大概是贏家要跑了啦 對不對 可能有這樣的氛圍在 或者是贏家不出手了啦 而且大值其實 空間有限 而且是今天的新聞才剛報導出來的 就今天 大值有很多的十二十坪以下的小套房坪數 都在近兩年 明明都有房地合一稅要繳喔 而且兩年內賣掉要繳重稅喔 爆量成交 趕下車 大家都寧願就是說給政府多繳稅 有賺就先賣 就先跑 所以就是說這個可能大家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 剛剛講到那間議長的房子 不在家裡 我們這裡也有一個副議長叫做新店帝王 土地公 這個副議長的這個財產是剛好最近公佈了 這個2021年的六都的這個直轄市的議長 副議長和議員的這個他們的財產喔 其中在這個議長副議長你剛講的帝王是 新北市的副議長陳鴻元 他的這個土地有四百七十五筆 房屋建物大概五十三筆 他的爸爸陳明雄 是以前就是台北早期台北縣議員 也是國大代表是張化邦 以前二十幾歲的時候 他爸爸陳明雄先生上來這個新北市 當時台北縣打拼的時候 張化邦在新北市旅北同鄉會裡面最團結 人數最多四五萬個會員的就是 彰化旅北同鄉會 藍綠都想要去搶那個兵家避震之地 那陳明雄早期當 到的這個這個上來 他是落腳在這個雙河地區那邊 後來他慢慢的去買地在新店新莊 今天的新莊副都行 跟今天的新店的安坑 安坑他們家族啊 在那邊養了三四十年的十萬坪土地啊 隨著現在新北市的三環三線這個開發 安坑的這個延伸線到那邊 人家都說那十萬坪土地潛在獲利是百億元以上 所以你看他爸爸多會買土地 像剛剛葉大哥講說 議長買房子買土地他們是怎麼買土地 像剛剛講的是他是買房子跟買地 一定是買到豪宅的 可是早期他們這種要買買大筆土地的話 以前他們持有的土地可能成本只有千坪 對啊 那個一千元一坪 他這一招很厲害耶 他怎麼買 這招太狠了 他買了地之後 他就開始蓋資源回收廠 對啊 那地價都沒了 資源回收廠是鹹物設施 然後土地附近的環境也不好 那周遭就頂多就是工業地 或是一些農地啊 以前都是這樣 那後來他就再把他這個慢慢的 有些人不要的這些賣掉土地的時候 他就把周遭的工業地 農業地回收慢慢慢慢收收收收收收收的 他就養著 而且價格一定就很便宜嘛 對 有了就幾千塊啊 我剛剛講了 回收廠在那邊價格怎麼會好 對啊 然後就繼續做資源回收廠 他沒差 他就放著 土地就這樣放著 他等路開過來 等那個交通建設完成 然後附近的都市變更計畫 等我三條明帶路比較快開不來 他會知道這個就資訊財 他知道交通建設 比如說十年後 那邊要開發 那邊有什麼線要經過 那邊什麼路 然後有什麼捷運 有什麼設施 鐵路要地下化 來了 機會來了 趕快那些路都 不是他桌造地都收過來了 那個資源回收還算客氣的 那旁邊那個你放棺材店 放兩三間 旁邊都賣掉了 我不陪你 他一講 我就想起哪幾塊地 哪幾間房子 我當初 哇塞 你用這補 旁邊的店都賣掉了 旁邊的土地都賣掉了 就一個人買走了 長遠不局 但是你敢這樣做 你也有背景 那就是他講的 第一個氣要夠長 錢要夠多 然後後面的時候 就是關鍵的時間點 那個關鍵的路 關鍵的捷運 關鍵的公車要進來 哇這真的是 如果不是這樣 棺材店或資源回收場 還有一個就是 要黑白兩道都很熟 也是要背景夠硬 然後要不然就是開那種 什麼生命禮儀服務公司 就一連兩三間店面 你看那種是賣金床 賣名子的 或者是做那個生命禮儀的 就是做商事那種 誰會在你那邊附近做店面 誰會在裡面做那樣 所以通常會退避三色 長線布局 所以你看他後來就開了很多建設公司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些議長副議長的口袋很深 都是因為他們列地有數 然後長期的養地 然後有這麼多的財產 所以讓人家看了 剛剛國華哥講的 有錢去買那個豪宅 你看我們十幾歲的時候 高雄南紫附近 就是一個資源回收場 人家現在變都會公園 那現在他多多啊 就是這樣子 所以像 不管多難都賣賣就對了 下次我們 所以下次我們經過資源回收場 你可以稍微側目看一下 我們家那邊 旁邊的地方 我們家那邊有一個鐵路 平交道附近有一個很大的資源回收場 他後面就是公園跟棒球場 我跟你講那也是私人的 等到那個很快八年後 我們那個鐵路地下畫 你看那個資源回收場 搖身一遍 黃議員你要加油啊 你還要補充嗎 補充就是說 那個資源回收場 他想說這邊要畫公園 哪邊畫過來 他就用筆這樣子 咻一下 這塊就要變公園 你就害了 所以他們家就先用閃到 所以變那個 有什麼旁邊都沒有閃到 不小心安排到 所以我們還不能買 我們就算知道 資源回收場 日後可能變公園 我們不能買 因為我們就是變成公園的那個 被徵收的那個就對了 被徵收的那個就對了